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有的人蓄意抹黑中国 蓄意造谣政府 怎么咬牙切齿 就这么来 也有人趁机会卖药 卖假药 卖洋药 有人趁机会打造 自我人设趁机会宣传说 去年七八月就应该放开 去年七八月我已经说了要放开 去年七八月按我的方式放开 就不会有今天的被动等等等等 他宣传说他的见解高明 他的见解比中央高明 比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高明 说现在老百姓这种恐慌情绪 是你活该 你中国人不听我的话呀 也有人蓄意制造对立 唯恐人群不司令 我有一个见解不见得对呀 专业的问题 要有专业的回答 大家都困惑的问题 较为普遍的困惑性的问题 需要有专家的回应 那当然每个人都可以用每个人的理解 就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 聚委会议集的聚会中心理论组 每天晚上视频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 然后说起话来 叭唧叭唧叭叭叭 可能说了 但是呢 我劝各位如果说从 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的角度出发 每个人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角度来说 是不是还是要听一听 至少听一听专家的权威的意见吗 有人说你不说专家我还没事 你一说我就来气 现在有一种舆论知道吧 在拼命丑化恶心 谁啊 拼命丑化恶心专家 这个专家 因为你出来露脸嘛 你一个人难衬百人心啊 怎么可能大家都满意 有人有意见这正常 但是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这种舆论在刻意丑化专家群体 张王李赵 全都在这个同时啊 他突出的表扬个别专家 把个别专家塑造成明星的永远正确的前瞻性的 找不得的大专家 就丑化一堆专家 然后刻意突出一个专家 大家 您觉得不觉得 这事需要警惕 如果您认为没必要警惕 那 你留个心眼好不好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 那个明星专家有什么独家占有的材料吗 他的学习那个科学 那科学又不是卖大力丸的 你们家祖传秘方 科学的问题 科学的范式 科学的规范 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原则 科学的精神 那都是一样的 凭什么 你站在那 然后呢 俯瞰着大地 然后呢 挥手指方向 就一个专家能这样 这不正常 不是科学的规范 不符合科学的原则 有人甚至主张啊 用明星专家 来取代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 用明星专家取代国家卫健委专家组 隔壁王奶奶认为这是胡闹 那就算你是李云龙你李云龙也不能取代八路军总参谋部吧李云龙能取八路军总参谋部而代之吗这正常吗当然了专家也不是神仙不可能句句都是真理特别是当前疫情形势不断变化的时候青州已过万重山三年呢黄河九十九道弯啊青州已过万重山呢你找出来当年出发的时候 船上刻下的一个印记就随便拿个东西 这船上你出发的时候三年前出发的时候 船上刻下印记 然后呢你说你看你看专家 专家你当年怎么说的 对吧你和今天说的不一样 然后呢你就认为自己站到真理的巅峰 可以俯瞰专家 藐视专家 乃至羞辱专家 我说这很可能是您不对 是吧 有个成语叫科州求见 是吧 所以我想通知各位敬请各位今天晚上九点半 敬请各位如果你年轻人一定别忘了 爸爸妈妈今天晚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今天晚上九点半收看中央第二孩子节目 听听梁万年 我叫梁吴王同流 我叫他们梁吴王同流 梁万年 吴尊友 王贵强 同招辉 刘青泉 刘青泉中医 那我认识 梁万年 我也见过他 在电视上见过 吴尊友啊 三年啊 把头发都熬白了 原来 那头发 敲喝敲喝的 现在呢 跳板跳板的 这都是我们东北的话 协和 有个教授叫袁忠 袁忠教授认为 三年我们抗击新冠病毒 我们审视多事 我们同心协力 我们 吃尽千般辛苦 用 时间 换空间 我们终于 熬到了 奥米克风病毒 它引发的症状 和季节性流感 差不多了 或者接近 季节性流感的 那个症状 袁忠说 这不容易啊 当年放开 不可想象 至于有人说 七八月份 去年七八月份 那时候还是 Data呢 死亡率 太高了 说那个时候 就主张放开 袁忠说 这头扯 根本是不可能的 袁忠教授 推荐给我一些 这个小视频 他说 你去回中心理论组 学习的时候 给老头 老大来看看 那么感染了 新冠病毒之后 会出现哪些症状 家里备用的中药 能管用吗 对于这些大家 非常关心的问题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 做出了解答 第一个表现中 可能是发烧 发烧呢 那个可以烧得很高 可以烧得很低 可以烧得高到 三十四十度 可以低呢 大概三十七度多 这个热成的 大概是两天左右 它就 它自然就可以 可以 但你干预呢 可能更 更快的 就可以好一点 这是发烧 第二呢 是咽喉疼痛 咽喉疼痛 咽干 这是一个突如 第三个的乏力 然后特别的乏力 乏力的同时呢 在有些人会 在发烧前 或者发烧过程中 会出现全身的 那个 那个 酸痛吧 那么一旦有了 这种症状 开始起来的时候呢 你在家里面呢 吃一点这类的 风热感冒的 舒风 清热 结表 那个 那个 化湿 这一类的药 吃一些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症状 给对症治疗 除了 五天 三五天 变化以后呢 这种症状 前面症状 逐渐 下降 消失了 咳嗽了 只要 只要一开始咳嗽了 有点轻微的咳嗽加重了 基本上你都进入了一个末期了 快好了 这些内容 请大家看一看 看看标题 看看内容 分文别类的起始 就关于大家现在关心的问题 买药的问题 囤药的问题 然后出门不出门的问题 电梯的问题 老人的问题 孩子的问题 是吧 是不是得了一面之后 就获得免疫力了 早得早利索 那不行 胡同里泄气的话 调侃的话 叫早死早脱生 那新冠病毒 你早得了 早得了之后就麻烦了 因为它不是一把 一利索 早得了之后 第二次再得 反复感染 就不断的 冲击你的免疫系统 导致你的免疫系统崩溃 有个概念叫预植啊 门子里边加 或者这个字读预 就是刺激 别让打着手吧 第一次 疼了一下 第二次 疼得有点厉害 第三次感染新冠病毒 那可能就把这骨头打碎了 知道吗 所以尽可能的避过第一波高峰 尽可能不要染上 想个很好的办法 我们合同 昨天晚上开始 就是让大家用温眼水 温眼水漱口 温眼水洗鼻孔 洗洗眼睛 温眼水 眼睛 闭着眼睛洗啊 说是一个办法 很有效 早晚出去回来 还有呢 推荐的湿纸巾 进门换衣服等等 大家发现 最近啊 就咱们动态清零那时候啊 好多人不够自觉 觉得危险离我们还远 现在都精神起来了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再提醒一遍 千万别忘了 今天晚上 202012月10号 晚上就得办 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 两万年 吴尊友等大专家 来回答大家 现在特别关心的问题 人命关天 节目不能不看 感谢收看 再见